尽管气象部门提早发布了高温预警 但周末出行的不少市民还是有些猝不及防 下午4点多 记者在街头采访时看到 人流中各种短打扮屡见不鲜 擅自遮阳伞太阳镜更是必不可少 感觉我就差把子燃了 差把子燃 对就可以成烧烤了嘛 太热了今天 喝了四瓶 喝了四瓶呢 平时能喝多少 平时一天喝一瓶就行 除了及时补水 这大热的天也让一些男士随身携带了防晒品 行人是热在全身 而商家也是火在当下 在街边的一些报刊亭冷饮摊 冰棍矿泉水成了热销货 有些餐馆也是生意火爆 比平时多卖出多少来 部分都三十到四十吧 特别热的情况下 完之后完了 我们就开始准备一些解暑的 或者现榨果汁 还有点冰针啤酒 冰针饮料什么的 就是比那个卖的 比以前卖的 百分之五十吧 对 根据高温成色预警预防指南 高温时段要避免剧烈运动和高强度作业 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 必要时停止生产作业 高血压心肺疾病患者 如有胸闷气短等症状 应及时就医 感谢观看